大美 在外面这两天照顾好自己 我知道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 那我出差这两天你自己在家忙了 放心吧 我在家会有什么事 对了 我妈说这两天要过来 我怕她等她来的时候我不在家 如果我不在家的话 她来了 你可得照顾好她 行 那是你妈我张母娘 我肯定照顾好她 那行 因为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行 走吧 我回去给她收拾房间 行 这么说呢 让你收拾房间 行 你记着啊 别忘了 行行行 走吧 忘了 慢点啊 慢着啊 张母娘这个嫂太活要过了 给她收拾房间啊 狗窝都没得住 老师啊 半年了 每到我闺女家来过了 我闺女啊 也没去回去过 今天啊 我过来看看 最近到家了 上去吧 谁呀 谁呀 来了 敲什么敲啊 啊 行啊 哎呀 这不是我那个丈母娘吗 来干嘛来了 你干嘛呀 我到你们家来看看你 看看我闺女 看什么看 有什么好看的 我们俩日子过得好好的 你啊 赶紧走吧行 你都走 小波啊 你站在这儿啊 我来看我闺女呢 还没见我闺女呢 我闺女呢 没在家 我跟你说了 你赶紧走吧 你闺女要在家 我不让你见她吗 今天赶紧走 没在家 走走走 我到里面等着她 等什么等啊 闺女出寨了 赶紧走 老婆子 可想让我 来我家住两家 就你 你住着吧 多都没有 住外边吧 这不闺女啊 这不闺女啊 上哪儿去了 不在家 这不 这女婿 以前也不这样 今天 怎么这个态度啊 我呀 到外面 等我闺女去 哎呀 这大门一出差一走啊 连早饭都没人给我做 哎呀 不行 我呀 得出去吃点早餐 老婆子 你怎么还不走啊 小博啊 你看 我等不归你都等多长时间了 我又磕又饿的 你让我进去 喝口水吧 喝口水 喝什么喝呀 我家没有水 我跟你说了 你赶紧给我滚行不行 啊 小博啊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 你让我闺女 把我闺女给关起来了 我闺女 怎么不出来见我呀 你也不让我进去 你是不是 有什么事情啊 在家里 哎 我这老婆子 你这脑子弯 倒挺能响啊 把你闺女关起来了 我都跟你说了 她出差了 不在家 你赶紧给我滚行不行 我现在啊 出去吃早餐 赶紧给我滚 别让我看见你啊 小博 你不能走 你给我松开 松不松 小博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今天 这么突然想变个人似的 你不松是吧 我对你不客气了 小博啊 你看看 我闺女不在家 我今天到你们家来了 你这样对我 你也让我闺女知道了 我闺女 会惹了你吗 你闺女 少拿你闺女笑着我 我告诉你 我不怕了 你给我滚 小博啊 走了 走了 还把门锁上了 我呀 就在那等了 等着我闺女啊 什么或者 什么回来为止 我就啊 堆在你门前 哎呀 这个早餐吃的舒服 你跟死老婆的 你还不走 还在这儿蹲呢 是吧 小博啊 我 我 我不是 是 在你家 累着不走 我是想见见我闺女 你看 我这都半年了 没见我闺女啊 我是想我闺女 想你闺女 是吧 那你就好好不蹲着 不想嘛 我回屋 我睡大觉 小博啊 离我远点 你要是回屋 你就让我进去呗 算什么这样 让我进去呗 我也不知道 我这个女婿 到底是怎么了 小博 你开门 让我进去 我这出差两天 也不知道我爸来到哪儿 妈 妈 妈 你怎么坐这儿了呀 快起来 闺女 你可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呀 走进家 闺女啊 妈都在这儿等你两天了 你这到现在才回来呀 妈都等你这儿两天 也没吃饭 也没喝水 一直在这儿等着你呢 妈 你怎么坐这儿等了 怎么不进家呀 小博 小博 他不让我进去 好你可住了 妈 你给我进去 我怎么睡 大梅 你打我干嘛 怎么了 妈 坐上 我为什么打你 我问你 我妈怎么在门口 待两天呢 你怎么不让她进屋啊 大梅 这也不能怪我 是你妈 她自己 不进屋 你再跟我说一遍 朱小博 你当我是傻子吗 我妈在门口 饿了两天 渴了两天 你跟我说 她一个老人 会拿她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吗 我走之前是怎么跟你说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妈如果来了 让你好好照顾她 你就是这么照顾她吗 说话 你别生气大梅 你看 你妈 她拎了个带子来 穿的那么破 我觉得 她肯定又是 来要钱的 要不然 她不会 现在过来了 我仔细想了想 你看咱家现在 钱也不是特别多 我就没让她进来 我也是为了咱俩好啊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她是我妈 不管她穿的有多破 你都不应该不让她进家门 反过来 如果今天来的不是我妈 而是你妈的话 你还会这么做吗 还有 朱小波 你别忘了 我妈 她已经半年都没有见我了 我自从嫁给你之后 我回去看她一面有多难啊 她这好不容易来了一趟 你连门都不让她进 天底下 有你这么大女婿的吗 这也不能全怪我 我心是 她在那坐着 她可能还不饿 等她 饿很了 她就自己敲门 让我给她开门了 我敲门 你让我进了吗 你把我往到外面 不让我进门 你出去吃饭 还把门给锁上 把钥匙耗走了 光看我进你的屋 我妈说的你都听到了吗 朱小波 你怎么就那么没良心呢 难道你忘了吗 咱俩结婚的时候 我妈 因为怕你拿不起那么多钱 她可是一分彩礼钱都没给你要 她 她就我这一个闺女 还让我 嫁了那么远 她为的什么呀 她不就是当初以为 你会对我好 会孝顺她 结果呢 你就是这么孝顺她的吗 她没 你看 咱俩当时结婚 你看 虽然说是没药材理 但是也花了不少钱是吗 那个 你也别生气了 那个妈 我知道错了 以后 我不把你妈干 以后 还会有以后吗 朱小波 你知不知道 当初你妈病的时候 你在咱们这个村 挨家挨户的去借钱 你都一分钱都没借到 到最后 是我哭着求我妈 借钱给咱们 我才拿去给你妈看病的 是我妈 救的你妈的病 朱小波 咱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你这么做 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行了大妹 你别说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 肯定好好对待我丈母娘 我知道错了 这次你就原谅我吧 小波 你不应该给我道歉 你应该给我妈道歉 他虽然没有生你养你 但是他也是老人 是父母 你这么对他就是不对 妈 我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你既然这次来了 你就别回去了 大妹嫁得那么远 以后 就把这里当家 我和大妹 我俩好好赡养你 妈 你就原谅我吧 妈 你也别生气了 我相信 小波以后 一定会改的 贵妮啊 妈不生气了 妈不生气了 妈不生她的气了 她再怎么说 很年轻 妈不生气 那行 妈 你这次来了 就好好在这住几天 我呀给公司请了假 好好陪你几天 行 谢谢 我给你感觉 你这样子 我给你感觉 再来 我给你感觉 你感觉 你感觉 你照安 我感觉 你感觉 你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